誇期s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大家好我是拼拼寶寶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女推我就好濕烈 是由礁溪在地人推荐的 呆水温泉 这个呆水温泉 刚说来推荐的那些人超级可爱的 他就来说 最近礁溪这边有开一个新的温泉 大概近三年开的 那个呆水温泉很漂亮 你可以去帮我看看吗 各位相信很多在地礁溪人 可能都还没有抛过这个呆水温泉 那我这次选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烫屋房间 叫做亚智 到底有多亚智 这边就出发 带大家开箱呆水温泉 去吧 去吧 风风明媚 这个呆水温泉 它在礁溪的半山腰上面 快看 很漂亮 我看到了 清水魔呆水温泉 天呐 很美耶 很日式 我手边可以看到有一个玻璃门 玻璃门往外走是玻璃的外大宗池 哇塞 各位 它这个室外 竟然是大宗池 好漂亮哦 我现在完全感到一个室外头云的感觉 然后有分三种 一个是40度的六感浴池 然后这边是38-40度 总共分三个尺 来了各位 这一个就是我的房间 我现在就要进去了 哇塞 哇塞 超级大 来了各位 介绍一下这边的环境 首先呢 这边会有一个床 然后它这个雅致房型 会有两种 一个是有这种大床的 一个是日式榻榻米 但是手日式榻榻米 其实它在这边 也是有一个超级可爱的榻榻米 再来呢 哎呀 你是 身为一位特务 我的任务是 守护世界和平 这次要守护的是DNA改良的能力果实 不能落入坏人手中 藏在哪里好 到底哪里才是最好的藏榜之处呢 啊 原来是8亿金库 通过日本JIS防火认证 不怕高温也不怕被毁损 轻轻一按即可更换电池 没电 3D立体格栅设计 欧凸的纹理超幼质感 就像是艺术品一样 重要物品交给发易金库 世界和平就交给我 买保险箱到发易金库就对了 然后呢 这个拖鞋是这种棉质的非常棒 还可以带回家继续用 那再来就是它的沐浴区 老人免治马桶 再来就是最重要的 室外 全入天堂屋 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整个整片的半山腰 然后呢 在这个木质的 不是坏木 也非常的漂亮 好的 那四度一时 我们赶快来 坏衣服 开始抛床前 先让我滚下床 这个完美的木质 这个完美的山巾 完全可以躺在这边 超美 天哪 这个对面这个山非常之壮阔 缺点就只是那个树好像快断了 然后呢 他们为了美观 所以把它绑起来 好 好 各位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房间 屋的优缺点 我觉得呢 优点就是一进来这个 带水温泉饭店 哇 真的是很漂亮耶 很壮阔 我真的很喜欢那种 清水磨的感觉 很日式 连这个石子 木头都非常之日式 所以整体的环境氛围 我给蛮高分的 客人觉得完全不输老爷酒店喔 隔壁 老爷酒店就在隔壁 非常之贵 也是一个晚上要一万多块的 紧张喔 老爷酒店 再来 就是 一进来房间 干湿分离 免治马桶 而且还有床 你是汤汤汤大哥 然后呢 木头的石子 外面看出去有山景 我觉得 热冷的感受度很像是 在日本泡到那种非常自然 可是又高级的温泉饭店 那当然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还是有啦 这边呢 已经进入到全入贴了 所以它这个石子喔 里面其实蛮多 固植树叶 再来是因为 它这个木头 该怎么选 我觉得选用的木头 可能 比较不适合拿来 当做温泉的容器 掉屑屑其实掉的蛮快的 所以现在石子里面 其实很多木屑屑 最后一个缺点 我觉得这个石子 它下面做这种小石里的 哇 那个屁股最大 运行蛮痛的 待会呢 希望那个午餐 不要老失望 好的 我们就继续看 好舒服啊 小石 哎 呀 超之舒爽的啦 虽然说它的水量 有点小 然后呢 会忽冷忽冷 但是好像江西蛮多的 饭店啊 民宿啊 都有这个问题 呃 现在呢回到大厅 然后 就去他们的餐厅吃饭了 然后呢 这个呢是他们的午餐菜单 然后呢很会原本是880加一层哦 它的工艺时段真的是蛮长的 十一点半到四里半都可以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选择了一个 来泡汤再加吃午餐的方案的话呢 完全就可以 想几点来泡接点来泡 然后呢泡完之后再来爽吃午餐 晚餐了 哦 这个海鲜塔 呃 如果不能吃 那你去给他吃 那你去给他吃 登主餐 登主餐 天呐各位 我能吃到沙拉来了 这完全看起来不像是 450元能吃到的东西 真的是很高兴 嗯 嗯 各位 冰牛排 五分手 然后呢再加意大利面 旁边有很多酸片 他们这边每一道的白饭 是真的都很漂亮 厉害 嗯 这个就是最后是甜点的部分 它这个应该是柠檬塔 看来就是柠檬塔 带回去给他去吃 哇哦 这个大自然 好首先呢 我先讲一下他的优点 他们不管是眼睛看到的 或者是鼻子闻到的都很照顾哦 就是你一进去会闻到 满满的檜木香味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之香的 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然后这边 现在看到这个 我走过去的周围 全部都是他们设计的 房间的部分其实也算大 然后十字也大 一切都显得老板非常之有品味 然后周遭的环境 也非常之好 走在这个 半山腰森林的环境 好舒服 非常之惬意 再来是它的CP值 我觉得以一个泡汤的单价来说 它绝对不算低 因为毕竟一个双冷房就要三千一了 但是呢 我觉得以CP值来说 其实算是还蛮好的 因为你平日来 再加震一小时 哇塞 今天体验到我直接三小时的汤屋 一小时 差不多一千块钱 泡这么爽的池子 这么漂亮的风景 哇 我个人是觉得CP值算高 最后一个优点就是 加购套餐的部分 这样等于是如果你一个汤屋 三千一百块 如果你是双冷的话呢 四千块钱一个人两千块 就可以泡汤又可以吃东西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它的餐点 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那我觉得以味道来说的话 其实算是中规中矩偏上一点点而已 没有到非常好吃非常惊艳 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还不错了 而且以四百五来说 一轮四百五还能奢求什么呢 海水温泉非常推荐给亲子家庭来 它这边呢是有儿童娱乐式的 又有撞球区又有健身房 一个家庭来你大人去健身 小孩去旁边玩 那当然如果情侣要来也是完全没问题 这个情侣哦 这么大的池子 这么漂亮的房间 泡完之后你还可以再吃一顿饭 是很浪漫的 那大提上来说呢 我觉得 以及吃汁汤来说 我会给它到 三十七分 好的 所以非常感谢江西在地人 推荐我的呆水温泉 今天呢帮大家开箱好了 那下次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去泡哪一间温泉的话 欢迎下方留言跟我说 这里是你推我就泡 好的我是瓶瓶瓶瓶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拜拜 拜拜 拜拜